赤隆普断层保存园区为了消除民众对于电磁波的疑虑 并认识各式发电方式 透过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主办 台湾电力公司捐助协办的电磁世界特展 也于园区二楼长设展出 在当时我们盖园的时候 很多居民就是对我们这个园区 它就是这边所存在的电磁波的一个环境 还是有健康的疑虑 那想说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这边的话 那这个电塔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所以后来呢 就是我们这边有跟 科博馆这边有跟台电 申请了补助的计划 那就针对于我们二楼这边 特别去做了一个电磁世界的特展 电磁世界特展规划了许多互动式体验项目 希望民众借由亲身体验 而更加了解这些科学知识 来养成节约能源的观念 我们这个电磁世界特展呢 最主要就是有用很多互动的设施 那让民众自己去体验 包含发电的过程 跟还有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些家电 它的电磁波实际上的数字到底是多少 那跟我们的环保署建议标准值833 差距又是多少 那这些电力呢 也是让小朋友知道说 我们的电力 这些除了可以让我们使用的话 它其实它是有限的能量 并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缺的 所以可以让民众知道说 能源的爱护这一类相关的议题 电磁世界特展是相当具有 预教娱乐性质的特展 现运有好也鼓励民众 能够吸价带券前往观展 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式的一个 很多的设备跟展览以及解说 可以让许多小朋友去接触 许多自然科学的一个设备 以及包括它的一个知识 这是非常有意义 所以在这一次的长测特展 就在我们的车龙不保存区的二楼 还也是许多家长要是知道这个讯息 就可以带着小朋友 甚至带着家里的长辈一起来体验 那也希望这次电磁世界的一个特展 那都可以让大家收获满满 议长和送风肯定展规划的用心 也请民众有机会都能够潜荣观展 来体验学习各式有关于电力的科学知识 记者卢一凯 珠山采访报道